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道书七章四节写着说 智慧人的心在早上之家 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上帝期待我们不要耽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念别人的事 但是我们能帮忙的地方实在非常有限 让我们先用祷告来扶持他们 求神调动万有来帮助陪伴受伤及伤亡的家属 让我们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为4月2号树林开往台东的太鲁阁号 408次列车出轨死伤的人 及其家属来祷告 求主四下平安 出去他们心中一切的惊恐 愿过往者能安息在你的怀里 受伤者能得到最佳的医疗及康复 失去至亲好友的人 能接受到安慰 主啊 求你怜悯临到那些悲痛的家人 擦去他们的眼泪 每当他们陷入低潮 内疚自责的时候 求你拆派使者安慰鼓励 陪伴他们 四下你安慰的言语 帮助他们看见盼望 四给悲伤的家属勇气 面对未来 对于身体受伤的人 求你帮助他们能找到医疗支援 并四下圣灵一致的大能 除去他们内心的惊吓 使他们能快快的复原 回到原来的生活秩序 求主也四下智慧和勇气给政府 彰显你的公义在台湾 因着这五十人的罹难 让台湾能变得更好 更进步 更安全 使台湾不再有这么大的交通灾难 祷告祈求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